如果说你现在还在担心开电动车电费太贵的话 这样的民众有福 因为8月15号开始 日产汽车将会在洛杉矶实施免费充电计划 让有开着日产全电动车的车主们 不只是享有共产专线的特殊待遇 还有2500美元的加州节能补助退款之外 现在居然连充电都不用钱了 估计在计划开跑之后 车主们一年就可以省下上千美元的充电费 日产汽车表示说 已经在当地上百个公共区域安装好了充电站 来提供车主免费充电两年的优惠 这车主们只要接上了快速充电器 30分钟之内就可以充满80%的电力 除此之外 日产汽车也开始准备要在全美11个大城市 扩大实施免费充电计划 这有兴趣的民众想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 都可以到官网来作查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